王菲谢霆锋 因为他大吵大闹,王菲痛哭流涕,这是要分手的节奏 王菲和谢霆锋这段恋情其实自曝光的时候就一直不被大众看好 而后,两人从2000年到2014年的14年期间,经历了三次复合两次分手 这一段感情的跌荡荡和波兰起伏也是让不少吃瓜群众大呼跌破眼镜 而如今两人也可以算是正式的在一起了 只不过两人在一起之后,感情是否顺遂却成为了吃瓜群众们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之后,在2014年的9月和王菲复合 复合之后,虽然有不少两人的贴干粉丝表示对两人恋情的祝福 可是还是有不少两人的粉丝非常的冷静地分析两人恋情的长久性 王菲和谢霆锋的恋情很好地印证了王力宏的歌曲里面的歌词 那就是情人总分分合合,让人如此波澜起伏的恋情 实在是让广大网友们相当为其担心 而近几天,又有不少吃瓜群众拍到谢霆锋和王菲在机场不顾形象的大吵大闹 两人当时吵架的场面相当的激烈 所以当不少网友看到了吃瓜群众do出的照片之后 就怀疑谢霆锋和王菲这是再一次分手了 而且当两人吵完架之后,王菲独自离开,甚至痛哭流涕 看来,两人的恋情似乎的却面临了一系列困难 在得知两人在机场不顾形象的大吵之后 也有不少吃瓜群众开始分析起两人大吵的原因 之前就有相关人士爆料声称 谢霆锋想要从前期张柏芝的手里拿回大儿子Lickers的抚养权 之所以想拿回儿子的抚养权主要是 因为谢霆锋的父亲以及谢霆锋的家庭都希望能够将儿子带回本家抚养 不过张柏芝明确地拒绝了谢霆锋的要求 还声称谢霆锋越来越不像男人了 结合谢霆锋的表现来看 不少吃瓜群众都怀疑王妃之所以和谢霆锋在机场大吵大闹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怎么认为呢 耶稣娜的那样 你怎么认为呢 才对嘛 台南 寻 grams 既穴 meinen 需要 倍 这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